过年那个完缘的气氛当中 还有呢 这个西方人情人节 这个温馨 好像充满了暗情的 这个气氛当中呢 我们要来聊一聊 夫妻婚姻方面的 这样一个爱的信息 好 今天的信息呢 主题是 享受神所设立的婚姻 享受神所设立的婚姻 今天的经文一共有两处 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的 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第二处是在以夫所书的 五章二十二节 还有二十五节 这我们已经大家抛碰一下 好 我们一起同身来读 来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 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 取出来的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 赤身露体 并不羞耻 以夫所书 好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感谢神的话语 好 今天信息的一开始呢 让我们先从人类历史上 第一场婚礼 我们来说起 在好久好久以前 那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日子 非常美的一个日子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婚礼呢 在我们上帝 他亲自主持之下 而且地点呢 是在一个赏心悦目的 一个花园里面 哪里啊 一定园 在一定园里面展开了 那一天呢 我们的神 他亲自牵着 他用亚当的肋骨 所精心创造出来的 一个女人 就好像父亲牵着 亲娘一样 亲亲牵 然后牵到那个完美的男人 亚当的面前 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翻嘴 所以他是一个完美的 那神呢 把这个女人 美丽的夏娃 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景 在一对月里面 完美 Perfect 像这样一片完美的气氛当中 这个亚当啊 这小伙子 他看着眼前的这位女子 他从来没有见过女人 我相信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我想可能 他连他的呼吸 都有一些的急促 他也可能紧张了 甚至都有点结巴 他发展望 看这个女人 哇 这是我骨中的骨 我肉中的肉 是最亲密的称呼 一个最美的一个 一个赞美了 赞赏了 是不是 我想刚刚这样的 美好婚礼的这种场景 我想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在说大多数都结过婚 甚至我们都给儿女办过婚礼 那我是一个牧师 所以我当然也常常会参加一些婚礼 甚至主持一些婚礼 每当我在那个婚礼的会场 我看到 那个布置的真的是美轮美奂 非常的庄严隆重的 就好像是伊甸园 这样一个婚礼的现场的时候 每当我看着 那个父亲啊 就这样牵着 我想一定都是含着泪神 牵着他们心甘宝贝 牵着他们心甘的女儿 就这样走上红毯 然后小心翼翼的 把他们女儿这样流着泪 交给了那个 在前面等得很英俊 挺拔的 那个臭小伙子的时候 张过去 那样子的场景 夫妻两个人 那个亲郎牵过亲郎的手 然后含情默默的 两个人看着彼此 然后流着泪 一起跟着牧师 使下那个婚姻 试词的时候 每当我看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感动 那个试词 他们通常怎么说 他们通常是握着对方的手 看着对方的眼睛 说 从今天起 无论是逆境或者顺境 贫穷或者富有 甚至疾病或健康 我历史 我下世 我一定会永永远远爱你 珍惜你 守护你 保护你 不离不弃 一直到永永远远 从他们心里面发出来 那个最 他们最美的一个誓言 每当我听到 真的都很感动 是要非常的触动人心的 这样一个誓言不行 不过各位 我现在要泼你一点冷水 让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 你真的觉得 像这样一个完美的婚礼 一定等于一个完美的婚姻吗 一个当初承诺 愿意会持续到海枯石烂的 这样一个婚姻的誓言 真的就能确保夫妻两个 一定就能够彼此真爱一生吗 可能吗 他们是相等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从这里看下去 我看今天在场 凡是结过婚的人 都是有经验的人 我从你们做的姿势和眼神 就已经告诉我 那个答案 不可能 是不是 不可能 那个完美的婚礼 是不等于 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婚姻的 是不是 为什么呢 那让我们再回到 那个人类第一场婚姻里面 我们来看看 到底当时亚当夏娃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就会了解 我想我们一定都非常清楚 亚当夏娃他们当时的故事 对不对 所以我就调到快撞 让我很快地把这个故事讲完 你就了解 后来这对夫妻亚当夏娃 他们带着完美的婚礼 进入到他们的婚姻里面 可是他们的婚姻开始慢慢变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山河树上的果子 也就是禁果 他们悖逆了神 所以从他们那天犯罪的那天开始 罪就玷污了人的心 而且也开始摧毁他们之间 那个前面的婚姻的关系 那这个罪给他们的婚姻带来最大 最致命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 是那个自私自利的心 自私自利的心 你还记得那天在亚当 他吃了这个禁果之后 神来责问他对不对 神要他担起这个责任 让他勇于认错的时候 来问他的时候亚当怎么样 他不但不认错 而且亚当还推责 他这个弹性推 他把责任他怎么推呢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他说 上帝啊 拜托 这个又不是我的错 是谁的错呢 是你 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的错 随一下推两个 又推给神 又推给沙瓦 是那个女人的错 是他把禁果给我 我才会吃这个禁果的 所以推卸责任 然后好吧 那神就展示沙瓦那里 听听看沙瓦的角度 他怎么说的 看看沙瓦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没想到沙瓦也一样推卸责任 沙瓦说 上帝啊 拜托 不是我的问题 是那只蛇引诱我的 是那只蛇引诱我 我才会吃的 是那个蛇的问题 是那个蛇的错 所以你看 这对人的历史上 第一对夫妻的婚姻 他们就是这样互推 把那个责任互推 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是非常的丑陋 非常的难堪 他们只是不断想要给自己脱罪 而且很自私的 要嘛就把这个责任推给配偶 就把这个推给环境 那个蛇 或者就把这个责任推给神 结果 人类第一场婚姻呢 有着最美的神亲自 主持着婚礼的婚姻关系 就在男人和女人这样子 很丑陋的自私自利 互相推卸责任当中 就完全变强 完全变样 而且 这样子的情况 继续的不断的下去 千百年以来 从亚当夏娃 一直到我们今天 人类罪恤里面 那个自私自利的本质 在婚姻里面 没有改变 给我们的婚姻 带来很大的杀伤力 而且不但没有改变 反而越演越烈 越来越可怕 你这个从最近这些年的 各国的离婚率 你就提到越来越可怕 美国前几年有一个报告 离婚率50% 那是一个平均离婚率 第一次离婚的离婚率40% 如果是二婚的话 就离了以后再结的话 就到61%以后 3%的话呢 就是你结了两次再离 然后再结婚的70%几 平均起来50% 两队里面有一队 离婚率越来越高 我们中国台湾各地 也是不断的在飙涨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自私自利 破坏婚姻的情况 是越演越烈 而破坏婚姻 最主要的问题核心在哪里 就像我们人性里面的 那个自私自利 就在这里 婚姻辅导专家杨爱德牧师 他是一个婚姻机构 以前委会 后来在一个婚姻机构里面 他是一个专家 他曾经在一个 一本畅商书里面 他提出了 不健康婚姻关系的 四个症状 来为许多的夫妻 他们的婚姻关系来把脉 看看他们是否已经 处在了不健康的 婚姻关系当中 而且能够尽早的 帮助他们回转 以免越演越烈 到不能休息的地步 那四个不健康的 婚姻关系的症状呢 我现在要来分享 你待会听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自己来衡量一下 你有没有这些症状 而且有的话呢 那情况已经有多严重了 好不好 有这个有四个 那你听到的话 你又可以自己 给自己算一算 好 第一个症状是 不成熟 不成熟 你说牧师我已经成熟 我是大人 我讲的是 你对婚姻方面 观念的不成熟 有这种不成熟症状的人 他基本上心态上 面对婚姻 就像是一个小孩子 在婚姻当中 他只关心 他能够从配偶那边 得到什么 而他很少去想 去服侍配偶 很少去想 他要去主动的满足配偶 只想配偶来满足他 来服侍他 所以换句话说 这种的症状呢 就是自我中心 自我保护 从自私自利里面出来的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的话 你就比一个 好 你就得了一分了 得了一分 也不用举得很高 好 你就私下个症状 大概知道就好 好 第二个症状是 错误的时间分配 错误的时间分配 有这种情况的人 最常见的问题是 太忙了 非常的忙碌 你不要以为忙就是好 这种症状呢 太忙了 而且他问题是 他忙都不是忙在婚姻 他忙在哪里呢 忙在工作事业 或者忙在打扮 忙在社交 忙在享乐上 或者一切 可以满足他的事情上 他却很少把时间 用在经营自己的婚姻上 所以像这样子的人 他婚姻一定出问题 好 这是第二 如果你有话 在底下再比一个 好 第三个症状是 感觉迟钝 感觉迟钝 我建议你 你为你自己评估就好了 不用去评估你旁边的人 不是你的配偶 不要回家以后 我告诉太太 今天我帮你算了 你有四个都有 你为你自己算就好了 好 第三个症状是 感觉迟钝 感觉迟钝 有这种症状的人呢 他们对于配偶生命当中 他生命里面的需要 或者压力呢 都感受不到 都神经很粗啊 感受不到 而且一点都不关心 也不是他故意不关心 他就是不关心 就是感觉不到 可能先生都以他要被工作 那个压力已经压得 喘不过气来了 太太都已经被家里的 这个baby的奶瓶尿片 或者被青少年啊 青春其乐的孩子 已经这个叛逆啊 已经搞得一团乱 都快要疯了 可是这两个 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的 夫妻两人 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 感受到对方的痛苦 没有办法感到对方的压力 这是第三个症状 就是反映 感觉非常的迟钝 好 第四个症状是不顺服 不顺服 这是最严重 最糟糕的一个症状 就是 即使他们今天感受到 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而且甚至 他们也感受到 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他们已经远离神了 可是呢 他们仍然不愿意顺服 他们感受到 可是他们愿意顺服 不愿意依靠神 不愿意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调整 或者重建 他们这间夫妻的关系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感受到了 都不去顺服 不去调整 这是最 最严重的问题 好 我刚刚提到的四个 这个不健康婚姻关系 常见的四个症状 我不晓得 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 这个先不用翻到第一点 我们还是在这四个 我不晓得 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 有没有出现这些的症状 有没有 你自己可以想一想 然后 那个症状 有多严重呢 去想想看 不过如果你真的 你也看到 你们婚姻关系 有这样子的症状的话 我想请你 也不用太过紧张 哎呀 我有这样的症状 糟了 我婚姻就这个惨了 明天要去找律师了 不用 不用太过紧张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感 解决到 你已经解决到 这些问题 所以只要你愿意 积极的 正面的 靠着主去 面对这些问题 那我想 你做没有问题 你就会往那个 improve 改善的方向 来走啊 所以不用太过紧张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 来对这些症状 来对症下药 而且能够来调整 我们跟夫妻之间的关系 来享受 神 设立 这个婚姻 要给我们的祝福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从 接下来的事实 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今天的第一点是 用神的蓝图 请 不用翻太快 我们就讲到那里 讲到那里就好 谢谢 好第一点是要用神的蓝图 来经营婚姻 用神的蓝图 来经营婚姻 婚姻是神为人所设立的 那就像神他建立这个世界 神有他自己的计划 和神有他的蓝图一样 神为人所设立的婚姻呢 也是一样 是有神的计划 和他的蓝图的 为的 就是要帮助人 来享受 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里面 那神在婚姻关系中 蓝图是什么呢 最好的答案 就是在创世纪 二章二世纪 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这是一段 非常宝贵的经文 这里经文说 他说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经文非常宝贵 我想我们都很熟悉 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原则 每一个点都非常重要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有三个 第一点就是离开父母 要离开父母 经文里面第一件事就是说 人要离开父母 各位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这里离开父母 并不是说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说 人不结婚 我们一娶了妻子以后 我们就赶快离开父母 跟父母说 对不起 我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离开你们 我们不需要再孝敬你们 不是这样子 这里并不是起 我们不用再去爱父母 不用再去孝敬父母 一点都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呢 圣经里面 孝敬父母 绝对是最重要的教导 那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指离开父母 是在强调 人在结婚之后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是要比我们跟父母 还有呢 比我们跟子女 关系要更加的密切 这就这个意思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是最亲密的 丈夫要把这个妻子 她的利益 妻子要把丈夫 她的这个利益 放在家庭关系当中的首位 所以换句话说 在上帝的婚姻蓝图里面 夫妻关系呢 是一切的家庭关系里面的 最优先 最重要的根基 今天你只有夫妻关系好了 你其他家庭关系 什么亲戚之间 姻戚之间 婆媳之间 等等这些家庭关系 才有可能会好 所以你一定要先 来经营你的夫妻关系 因为夫妻关系 按神的设计 是人世间 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 最亲密的一个关系 我们 好 在动身一层来讲 离开这个词 原文是 adrive adrive 这个词呢 这个动词在原文上 它是放弃 和舍掉的意思 就是指 丈夫在结婚之后呢 他一定要离开 自己原来的家庭 他要割舍 他要割掉 他父母亲之间的那个 期待 人的那个期待 要割掉 就是指 那个割掉期待 是什么意思呢 你出生的时候 就割掉期待了 可是这里的意思是指 你在心理上 你也要 不能再去依赖父母亲 不能再依靠 你的爸爸妈妈 你要真正的 长大成人 你要干负起 建立一个家庭的责任 而且你也要 真的要防止 父母亲呢 在你的家庭 介入太多 而影响到 你的同期关系 健康的发展 这是第一个原则 要离开 这是蓝图的 第一个原则 好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则是要联合 联合 联合呢 是什么意思 是夫妻两个人 因为爱而连结 愿意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的意思 那在原文上呢 联合是 Davak 这个字 Davak 这是一个 愿意对婚姻 忠心 尾声 而且他特别强调 一个永久的意思 永久 所以换句话说 联合 这是夫妻两个人 在神面前的 一份立约 而且这个约定呢 是要持守一生的约定 所以我们叫这个约为 蒙约 对不对 蒙约 或者是契约 你知道蒙约跟契约 最大的差别在哪儿吗 你知道什么是蒙约 什么是契约吗 我来做一个区隔 契约指的是什么 契约 是有一个 有条件式的 有条件式的 是有交换的一个约定 契约是我要从你里面得到什么 而我也要预备一些东西 来满足你 这样一个交换式的一个协议 而且最重要的 契约上面 一定要注明那个学校性 对不对 一定要注明这个关系 持续多久 那这个是契约 蒙约是什么呢 蒙约不是利益的交换 蒙约是定约的两方呢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以两方一起同心努力 去追 去遵循这个约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 蒙约啊 特别是如果有神参与的蒙约 就是婚姻的蒙约的话 这个约是要持守一生的 这就是蒙约 所以呢 听到这里 我想我们一定就要 我们就就要了解 你知道当我们在婚礼的时候 当我们看着夫妻两个人 新郎新娘两个人 在那边为他们的婚姻 来立定那个誓约的 那个moment 那个时间啊 那他们所讲的话 是多么的神圣 是多么的重要 多么宝贵的一个时刻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有神 参与在其中的一个誓言 这是一份永恒的蒙约 要持守一生的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不是乱说的 也不是随口说说 现在的年轻人离婚率更高 很多人都在结婚的时候 讲了这个誓言 可是呢 却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蒙约 来看待 来遵守 那就很可惜 最后这个蓝头 第三个原则呢 是什么 是成为一体 经文说 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 各位 我们来想想啊 其实这创世纪的作者 当初他在写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想想他当时 那作者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 其实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 是允许多期的不是吗 是不是 你想想创世纪里面 那些犹太人的组长 亚伯拉罕 这个以少 雅各 都是多期的嘛 可是怎么 在创世纪里面的这段经文 会居然说 婚姻的蓝头 一定要是二人成为一体 为什么一定是两个呢 怎么会这样子 不是允许多期的 一个社会环境嘛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 因为创世纪真正的作者是谁 是神自己 是不是 而且婚姻蓝头设立的 那个设立者是谁 是神自己嘛 而不是创世纪的 那个人的作者 这就是为什么 二人成为一体 两个人 这是婚姻最重要的蓝头 好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呢 其实这里也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婚姻制度 是什么呢 这个婚姻呢 是一夫一妻 这是一夫很一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懂得最 只要你懂得最初级的加法 一夫加一妻 一夫加一妻等于什么 数字 等于二嘛 对不对 就等于二人 这里说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你一夫加一妻 人数已经满了 是不是 换句话说 你就不能再有小三小四 什么再加进去了嘛 你只要再加进一个人 又不是二人 就不是二人成为一体 不是三人成为一体 四人成为一体 五人现在不晓得都搞得不自己人了 这里告诉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 是一夫一妻 这是神 他设立婚姻最美好的一个设计 我们 好 你看再往下看一句 创世记二章二十五节这里 经文又补充说 当时夫妻二人 赤身露体 并不修齐 赤身露体 不修齿 其实呢 这句话呢 不是情景是在讲说 夫妻之间那个性爱关系而已 不是在这个 赤身露体 是性爱 不是 这段经文 它是在讲夫妻之间 在心灵上 不是只在肉体上而已 在心灵上也是一体的 是没有任何隔阂 而且没有任何的隐藏和掩饰 是这样的一个议题 成为一体 不仅在肉体上 而且在心灵上 明白 好 这个就是神设立婚姻 最重要的一个蓝图的三个原则 所以我们就来想一想 我们就来想一想 我们今天的婚姻 你和你配偶的婚姻 是不是走在这样子一个蓝图的 三个原则的方向上 你想想看 你是否已经断开了 你跟你父母亲之间那个子弹 你的配偶是不是你最亲密的 那个关系的 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呢 想想看 你是否仍然坚守着 你对你配偶一生的承诺 坚守着那个联合 坚守着那个盟约呢 你是否活出夫妻的人要成为一体 你知道夫妻的人成为一体的话 他就是你嘛 你就是他嘛 所以你一定会珍惜他 你不会对他的需要 一点都没有感觉 你不会感觉不到的 你直接任何痛一下 你就已经 就立刻感受了 夫妻的人成为一体 你一定会珍惜他 因为你珍惜他的时候 就珍惜你自己嘛 你是否活出来了呢 各位 我在说 神设立婚姻 这个婚姻呢 是有一个蓝图的 就好像 你知道 这个蓝图就是概念 就好像 你知道在纽约 纽约港口 树立了一尊很大的一个雕像 叫什么 Statule of Liberty 我们说自由女神 不过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她们 那不是神 可是世界给她们叫自由女神 就象征了美国一个地标 那Statule of Liberty 它站在那里 你知道它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雕像 那个设计人叫做巴托迪 他说 他说 这个雕像的建造 一定要非常严谨地 照着蓝图来设计 来建造 有一个蓝图 你还要 不但有蓝图 而且你要非常严谨地 照着那个蓝图来建造 否则的话 那个Statule of Liberty 它不可能 那个雕像不可能能够 这么多年站在那里 而能够承受纽约港 这么大的强风 它在港口 它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强风 和吹袭 那是不可能的 各位 同样的 今天我们的婚姻 也是神进行设计 有神给我们的蓝图 可是蓝图放在那里 如果我们没有 按照这个蓝图 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的话 今天我们的婚姻 也不可能能够承受 这个世界带来的风暴 不可能承受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挑战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用这个蓝图 来经营我们的婚姻 这样我们的婚姻才能稳固 也才能美好 才能永久久 阿们 好 今天第二点 要用爱和尊重来彼此对待 要用爱和尊重来彼此对待 各位 神虽然赏识给我们 这个婚姻的蓝图 可是在我们实际生活上 那活出来不太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神在教我们男女的时候 是有不一样的 我们男人要什么 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要尊重 对不对 天底下所有的女人都要什么 都要爱 所以男女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刚刚讲 罪又进入到我们里面 我们有那个罪里面的 罪性的缘故 所以我们常常陷入到一种 我们是想要照着圣经的教导 我们想要做 可是又做不到 在那种非常软弱 非常无奈的 那种负面的循环里面 女人每次都在想说 为什么我的老公 就是不能够照我爱她那样子来爱我呢 老公也会想 为什么我的太太 她就是那么容易的 就会不尊重我 我哪里错了 就是那么容易的 会不尊重我 做不到我的感受呢 所以这是一个 不断的负面的循环 两个人都是好人 可是没有尊重 对不起我就没有什么爱 我没有什么爱 对不起就没有什么尊重 就是让一个负面的循环 一直在绕啊绕啊 这是千百年来 不是只有你啊 每一个婚姻故事 大概都是这么写法的 在以福手书五章22节和25节这里 使徒保罗 他对夫妻关系 写下了这样子的经文 他说 你们做妻子的 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弃 然后这段经文 其实讲了很多次了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么多年来 我在教会里面 我听到关于 这段经文 我听到最多的回应就是 故事啊 这段经文 自命意义上 我每一个字都了解 可是在生活上 我把它活出来 太难了 我不晓得你们 有同样的感受 是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都是 有经验的福奇了 太难了 要活出来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不可能对这段经文 能够做深入的 解经式的一个 探讨和讲解 不过我盼望呢 我今天可以从这两个 最常被人问到 关于这段经文 活出来 怎么活出来的 这个问题呢 我试着尝试回答一下 我希望能对你们 关于有些帮助好吗 我最常遇到的 第一个问题是 是什么呢 帮我点一下就好 第一个问题是 他们说牧师啊 这段经文 我这个让我们要爱 要尊重 可是你知道牧师 我的朋友根本不值得我尊重 我的朋友根本不值得我爱 我爱不下去 我尊重不了 怎么办呢 你看他所行出来 所活出来 我尊重不了啊 各位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要说 今天我的回答可能解决不了一些极端的问题 比如说有严重的家暴 或者非常严重的那种痛苦 那我想可能像这样的问题 你要去找专业机构的帮助啊 可是各位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 这个问题要解它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在哪里 你知道吗 要解靠最重要的关键是 你一定要省察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爱 去爱我们的配偶的 我们到底用什么爱 去爱我们的配偶 要去想 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那里说 爱是从神而来的 我再说一次 爱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神才是爱的根源嘛 今天你知道很多人用尽自己的努力 在很困难的夫妻关系中 勉强自己去爱 硬逼着自己去爱 让自己甚至受很多的委屈 然后呢 想要硬逼着自己去爱 可是怎么爱 婚姻的关系还是美下欲况 为什么 各位我告诉你 因为这是不对的做法 圣经没有要我们硬逼着我们自己去爱 你可以有那样的一个心智 可是圣经没有要我们硬逼着我们自己去爱 没有 相反的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怎么样 就枉然饶力 是的 各位 只有神 祂才是那个爱的源头 神没有要你用你自己很有限的那个爱 去硬逼着自己去爱 去硬指出那样的爱 没有 神要我们依靠祂 要源源布局的 大有能力的 用神的爱 来去爱我们的配偶 这个才是答案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那个爱上尊重没有太困难的 我们的问题都自己才能异逼 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 是什么呢 是关于先后的问题 关于先后 他们会问说 哎牧师兄 这段经文要我们要去爱 要去尊重 我愿意 我是愿意的 可是 这段经文既然没有告诉我们说 夫妻两个人到底要谁先动作 是上次要先爱妻子呢 还是妻子要先爱先生 如果丈夫先爱我 我就会尊重她了 你知道吗 如果丈夫也说 如果妻子先尊敬我 我就会爱她了 所以到底谁要先动作呢 各位你们觉得呢 谁要先动作 大声一点 谁要先动作 丈夫 是不是 其实丈夫先动作挺合理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 很合理啊 对不对 可是你没想过 如果丈夫没信主呢 不是 丈夫如果真的 你能等老爸 他就是没有办法爱你 你怎么办呢 你在那边等啊 等啊 等到你头发都白了 还是没有办法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面对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 永远都不是在夫妻关系 那个谁先谁后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 根本就不是在夫妻之间 那个水平线的关系上 不是的 你想想看当年 雅当夏娃 人类第一对婚姻里面的问题 他们不就是因为 只是你看我 我看你 在那互推执任 只是在水平线上的关系 他们的问题就在那 所以这个问题的出路 其实是在你要转 要转 是在这个问题的出路 在上下垂直 我们跟神的关系上 换句话说 夫妻之间 这句话很重要 夫妻之间 谁能够先看到自己在神面 我不要讲先 谁能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不足 而在神面前认罪 然后调整自己 他就往智慧和成熟 更跨进一步 我再说一次 夫妻之间 谁能够看见 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不足 然后在神面前认罪 调整自己 他自己就在智慧和成熟上 更跨进一步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 不是在于夫妻之间 谁先谁后的比较 永远比不出来的 那个问题是在 我们跟神的关系 男人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 男人需要尊重 女人需要爱 在致命意义上 一点都不难 我们一定都懂 可是在生活中 要活出来的话 不是靠我们头脑理性 也不是靠我们自己 有些人来去逸逼 也不是靠我们自己 在那边比较 谁先谁后 都不是 我们要靠着那位 爱和能力的源头 也就是我们的神 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也才是自己的经文 要带领我们去的方向 我们 好 今天信息的最后呢 我想要用一个很平凡 却很真实的一个 爱情的故事 来作为今天我们信息的结束 在很多年前 有一部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叫做美丽心灵 Beautiful Mind 这个电影 它是讲到有一位诺贝尔的 经济学奖的得主 叫做John Nash 约翰·纳什这个人 我想你可能听过他 这个John Nash 他在2015年才跟他妻子 一起 因为车祸 三年前车祸过去 一直过去 这个John Nash 他虽然很聪明 他是一个天才 可是他却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你知道他有这个患 什么 Ellusion 就是因为看这些东西 幻觉 常常会有三个人 就不断地出生在他眼前 影响到他的生活 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 可是呢 还好 他有一个很深爱他的妻子 叫做Alisha 这个妻子 她长得很美丽 真人也长得很美 这是电影的剧照 可是真人也很美丽 而且她更宝贵 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虽然多年来 她照顾先生非常的辛苦 可是她还是靠得住 坚毅持守地照顾她的先生 常年这样照顾她的先生 电影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感人 那是她先生的老朋友 来探望她 在探望的时候 这个老朋友 她很关心地 问Alisha 说Alisha 你还好吗 你还撑得住吗 这个Alisha回答说 谢谢你的关心 谢谢你的关心 真的很难弄 她说有的时候 我会因为 真的照顾身边实在太苦 我觉得婚姻好像就只剩下一层异物而已 她说我也曾经会对我自己 我想要离开我的丈夫 真的感到很歉疚 甚至有的时候 我还会对我丈夫 或者对上帝 我感到非常愤怒 为什么是这样 可是 她说每一次当我 学习转换 学习转换 换一个眼光 来凝视着我的丈夫 我再一次的凝视我的丈夫 我换一个眼光 我用欣赏的角度从我心里面 心灵伸出来欣赏他 再一次的把他想成 那位白马王子的时候 神要为他预备的白马王子的时候 渐渐的在我眼中 真的 他就变成了我所深爱的人 但是渐渐的 我又变回了他所深爱的人 最后她说 但是虽然这样子的搅换 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 可是 像这样子的看见 对我来讲 哪怕就是 只是偶尔发生 可是对我来讲 很足够 很足够我 走下去 各位我看到这个故事 我都很感动 你想想看我们的婚姻 是不是就像这个故事一样 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 我们会经历一些的磨合 会经历一些困难 是的 可是就像这个阿里小 他所分享的 他所经历的 在那个平时 但是也困难当中 他是怎么样的经历 他经历到那个胜过困难的关键 是在于那份从神而来的爱 从那种爱出发 来看我们配偶的眼光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转换一个眼光 来去再去看 再去欣赏我们的配偶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各位 让我们学习 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 用神的眼光来欣赏我们的配偶 就算我们经历一些难处 就算我们经历一些的低谷 可是我们坚定地仰望我们的神 跟我们的配偶一起 在婚姻当中经历我们的神 用神给我们的婚姻的蓝图 也用爱和尊重彼此对待 这样子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 神还要给我们一个最丰富 最美的爱和婚姻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来到你面 请向你感恩 主 谢谢你设立婚姻 并且少次给我们建立婚姻的软感 好 让我们可以按你的心意 一起来经历 一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 主 我也感谢你 主 我们真的何等需要你帮助 我们需要你帮助 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 来明白你设立婚姻的心意 也给我们一个谦卑 顺服的心 让我们在婚姻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来走你的道路 而不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主 求祢 按你婚姻的蓝图 帮助我们 来珍惜 珍惜我们的配偶 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主 让我们真的看我们的配偶为宝贵 珍惜他 我们在祖里我们守住这一生的承诺 守住我们的誓言 夫妻而然在祖里我们成为一群人 我们用爱和尊重的彼此对伴 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不仅我们自己得帮助 得蒙福 而且我们也能把握出你荣美的实相 来见证主你的荣誉 荣誓信 我们愿主你来祝福 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位 我们归荣耀 一切的荣耀给你 感谢主 祷告送号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an